教室後方兩名男學生突然打了起來 提醒教授穿著藍色背心的同學被摔倒在地 惱羞成怒拿起一旁的椅子就往對方砸過去 被對方推開後他接著又來個飛梯 兩個人就這樣你一拳我一腳 在教室後方的空地扭打成一團 但一旁同學不是站在一旁圍觀 就是拿起手機錄影 完全沒有人上前阻止 這起打架事件就發生在桃園一間國中校園裡 有同學把畫面PO上網路後 引起外界關注 校方也趕緊對外說明 這一次是其中有一位 因為開玩笑有點過頭了 導致另外一位同學感到不舒服 所以就發生了一個短暫的肢體衝突 只是原本單純的肢體衝突 現在傳出其中一位體型較胖的學生 疑似有長期遭到同學霸凌的狀況 學校則是言辭否認 強調這只是偶發事件 我們了解說這一次的事件 其實是偶發的狀況 不是所謂的霸凌事件 到底是開玩笑引發衝突 還是有學生找到霸凌 現在不得而知 只是在看看這激烈扭打的衝突場面 不管當事人還是其他目擊同學 恐怕都已經在心裡 往上了一層陰影 記者留置在聊一句 同學報導